部長好 想請教一下 有民眾說他5月11號的時候 確診 6月初陪病 6月2號陰性 但第二次再去醫院的時候變成陽性 醫院 就不讓他進去了 那之前我們說確診後三個月 不會算二度的染疫 那是不是未來醫院也會 采信這樣子的方式 以及如果民眾有陪病或 見最後一面的需求 是不是可以放寬CT值 多少以上 就算驗出了陽性 也可以讓他們放行 謝謝 那這個要請羅副 這類似的問題 我們在上週的醫療應變組 的會議也有討論 那我們近期就會發文 請醫療院所這邊注意 我們有一個規定的修改 先前我們針對陪探病住院這些住院跟入院 有關的這種例行的篩檢的話 先前是跟 這個解隔條件有綁在一起 那現行來講 我們會修改成就是說 確診者解隔 那如果從他的發病或檢驗陽性日算起 已經完成了自主健康管理之後 也就是說 從這個發病或檢驗陽性日的第15天之後 那到三個月內的話呢 我們都建議 醫院得免除這些陪探病或住院相關的一些篩檢 當然如果醫師認為 臨床上有必要的話 還是可以進行採檢 我們也是會擠 不過就是說這種例行性的入院相關的篩檢 我們就會 在新的規定裡面把它 列為就是說得免篩檢的一個條件 現行來講 雖然有類似的一個規定 不過是沿用先前就是說 說必須是解隔有採檢陰性或採檢CT值大於 等於30或採檢快篩陰性這幾個條件呢 才適用這個入院的篩檢得免篩檢的這個規定 那目前我們會把這個 解隔前有檢驗這一條都把它移除掉 就是說只要是經過已經解隔的程序 而且是已經順利完成自主健康管理7天之後 都可以來得免篩檢